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李从文与萧月组织了最后的行动 两人孤身闯入敌营 用炸毁国宝威胁美军撤出 诗兰识破李从文新系国宝 绝不会拉响炸弹 李从文被生擒 对萧月失望透顶的诗兰 挖出了萧月视如亲子的小北的尸体 并进行侮辱 诗兰丧心病狂的行为 令萧月终于认清了她的真面目 两人命悬一下之时 共产党高层也在努力 与国民党内部的有识知识合作 鸾山武功队的江红英 劝服组成五出兵 下一个 冰糖和老板 你去哪儿 张先生您好 收票 不是 我没买到票 没买票 这钱啊 不是 没买票不让进 习上 我这 好 我向静 出去 李大夫 警察 柴油 李聪恩 你什么狂我们 你别冲动 到外边看一看 去啊 那条船是给你们背的 船上的人呢 会护送你们到达目的地 但是咱们丑话要说在前面 你们不能耍什么花样 否则他们会对你不客气 聪恩 你放心 我和惠兰都是明白人 直到一旦你被发现了 就没有胡闹了 共产党获得载物 赐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会珍惜的 你们把外衣脱了 然后换到人魔身上 就可以走了 对 动作快一点 来之前呢 我给上方发过密讯 为了不让他们怀疑 我要制造一个 取货杀人的现场 现在时间不多了 只有十分钟 你们前脚走 他们后脚就会倒 好 好 快 快点 お疲れ様でした 货都在这里 快送到中转站吧 挺累的 怎么不睡啊 睡不着 这叶心都跳得很厉害 可能是过度紧张 引起的生理性亢奋吧 很难想象啊 跟你妥协 竟然没有罪恶感 反倒觉得 有种崭新了的感觉 我以前从来 没有发现过 太阳出生时 竟会有种温暖 能够深入 进每个毛孔里 我说过 我们会重新开始 做偷心不能有感情 否则就是命门 就像现在 被你裹挟着 救人是愉悦的 而杀人不是 一个人的感受 不是每个人 都能裹挟出来 我愉悦吗 一个人只有在愉悦的时候 才能在冰凉的清晨 感受到温暖 而杀人是在冰凉的 他都能裹挟掉 他都能裹给你 他都能裹挟掉 这些人 都能裹挟掉 他都能裹挟掉 好 阿姨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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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